那个人就快安纳不住了 在天启城 谁敢帮萧珠河 谁就要做好没命的准备 果然是他们 又是安侯 先是大师兄的仇 我姐和姐夫的仇 现在又是九爷 我非把他们剿灭了不可 相信我 很宽 什么样的人死 才能配得上天下轮 我要杀的是 今晚你就要去一个地方 太师 你到底是谁派来的 太师 抱歉 既然这位千洛姑娘到来 想必 这永安王殿下 已经知道 暗河身后的人 是谁了 恭喜出关 长得是不错 可惜脑子不好 白虎 白虎 你 你们两个在干什么呀 好久不见啊 萧老板 你受伤了 差点被打成废人了 说明你入宫了 如果你只是想见宣妃一面 或许我能帮你 第一次见了 就让人念念魔王 对不起 本王已经找到了一个最完美的武器 他就会变得跟你一样 我去叫娘娘来 是王来请安了 你在这里等着本宫 是 与我无关的事情 不说也罢 如果 是与你另一个儿子有关 你不要乱来 你可以尽情地用手段 得到你想要的东西 尽情用手段 那我就等着看 你们会有什么样的结局 娘娘要不要回房休息一下 宣妃娘娘 娘亲 小玉这个混蛋 为何要对自己娘亲下毒 当你运气逼毒的那一刻 这毒 早就已经转移到你身上了 红闹 你是皇子 是孤最优秀的皇子 说你要去闯荡江湖 好 那孤就废你王位 夺你身份 你位子都不要跟我回来 萧嫂 你这是要回去了吧 我可以和你一起去天启吗 小楚河呀 小楚河 人姑娘都这么说了 你却还是沉默 你是谁 我是狼牙王 这荒谬 狼牙王叔其后代可传承王爷 这位是狼牙王叔独子 萧凌晨 的确可以自称为狼牙王 凌晨 好久不见 他回来了 而且已经康复了 王爷 只等您一声令下 好 那便一声令下 阁下 深夜入宫 有何贵干呢 小四 你还要多久回来 帮了你这么多回 也来帮忙可怜的吴欣 我们是否愿意为纵马灰城的永安王 闯出一条血路 无道别离 天启四守护 令中方位 兴隆 起阵 天启四守护 朱雀 烈南方位 我已一枪入逍遥 祝你重登 天启成龙位 今天 不会再有人来救 我 我期待你成为真正高手的那一天 再来杀你 天启四守护之玄武 烈北方位 我们最后 得到 这个 孙岳诚 大师兄 听到隔隔城部 天下皆知 咱们天启红菜店 我回来了 我们还等大师兄吗 天启等了 路程 废物 都是废物 瞒不住一个萧楚河 我期待与他一战 公平的一战 大师兄他 迎战的河 已经牺牲了 何人所伤 暗和谢家家主 谢七刀 大师兄凭一己之力 与他们 同归于尽 肯定是哪儿出了问题 那么多次 大师兄每次都能死里逃生 干什么这次不行啊 这次还没有我们拖累 刘弦 师兄因我而死 这仇我背了 当年 虽然你已经喝过它很多回了 不管你走了多远 我要忘了风花雪月的味道 我确实要做一件事 我猜到了 我要举办一场宴席 邀请这天启城中 所有说的善话 也不光是个人宣誓 你还想要做什么 我要逼那躲在暗处的刀人 再次刑了 我要让那躲在暗处的敌人 付出生命 为我实现报仇 守不认的 开业 开业 敬大家 敬永安王殿下 咱们大幕 永安王揭开了千金台上的石壁帷幕 石壁上刻着垫子 鼓起 月起 借鉴永 入心一招 更负落 生死一去 何时归 汤灵 安息吧 他不敢乱来的 你若是能亲眼见到此经此景 就知道什么是真正的乱来 上莫猜 在我师兄生活的地方 人死之后 会摆上一桌豆腐宴 就是你们面前的这碗豆腐饭 希望各位在吃了这碗豆腐饭之后 都能好好地 在天启城活下去 生假到 恭喜圣上 你回来了 回来了 还有什么圣饭菜啊 就只剩下豆腐饭了 是有人去世了吗 是我师兄 你长大了 要做什么 便去做吧 只是姑和这儿子已经好久未见了 请各位爱卿 谅解吧 臣等不敢 那个人就快安纳不住了 在天启城 谁敢帮萧竹河 谁就要做好没命的准备 果然是他们吗 又是安红 先是大师兄的仇 我姐和姐夫的仇 现在又是九夜 我非把他们剿灭了不可 相信我 很宽 什么样的人死了 才能配得上天下轮 我要杀的是 今晚你就要去一个地方 太师 你到底是谁派来的 太师 抱歉 既然这位千洛姑娘到来 想必 这永安王殿下 已经知道 暗河身后的人 是谁了 恭喜出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